好,那我就来讲讲这清明祭祖的故事。 清明即是节日,又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春分后的十五天就是清明了。 清明要祭祖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 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迹,这些都属于贵族所特有的。 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没落,才由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去祭祀的习俗。 哇,有那么久的历史啊。 现在老百姓扫墓啊,大多是两个仪式。 一是挂纸,用石头或砖块将长方形的黄白纸或红黄蓝白黑的五色纸压在坟上, 以示子孙与祭拜祖坟。 二是陪墓,每年一度将祖先坟上的杂草清除,并加以修整, 然后准备一些韭菜蔬果类作为贡品, 一般都在坟前和后土前摆放祭品。 嗯,我记得我们那儿也这样,可是为什么在清明这天要击败祖先呢? 我们的故事啊,这就开始了。 相传啊,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处霸王项羽大战好几个回合啊, 终于取得了天下,刘邦当上了皇帝,他光荣返乡。 驾,驾! 驾,驾乡,不熟悉的驾乡。 皇上,佩郡封义中阳里到了,还要去哪儿? 去郊外的墓地。 是,这墓地啊,与其说是墓地,倒不如说是乱葬岗来的贴切啊。 那个时候连年的战争,人们生存都成了问题,哪儿还顾得上墓地啊? 墓地狂风阵阵,荒草丛生,墓碑都变不清了自己。 长《大战争》 大战争,是吧! 刘邦想要到父母的墓上祭拜,可是一来因为时间久,二来,墓地也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他实在记不住原来墓地的位置了。 王上可还记得是哪座? 嗯, 把墓地外的士兵都叫来 帮朕翻遍这里的每一座墓地 是 您 您 您 去那边 您 您 您 去那边 快点 快点 这个 这个 找到了吗 这个 这个是什么字 就这样 刘邦和他的部下将墓地来回翻了好几遍 可是直到黄昏都还没有找到他父母的墓地 怎么样了 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找到 那还愣着做什么 再去找 快点 快点 是 养育我成人的爹娘已不见在 如今儿子想来尽孝 都找不到墓碑所在 刘邦的心里难过极了 他捏着撕碎的纸诚恳地向上苍祷告 爹 娘 在天有灵 现在风刮得这么大 我将把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 如果纸片落到一个地方 风都吹不动 就是爹娘的坟墓 没有 机缘巧合呀 又一片碎纸落在一座坟墓上 不论风怎么吹都吹不动 皇上 您看 刘邦跑过去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 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刻在上面 找到了 找到了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派人去请工匠重新整修父母的坟墓 墓地也被改成了气势恢弘的皇家陵园 至此之后 每年清明 刘邦都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汉高祖在清明祭祖的事传到了民间 百姓们效仿之 并用小土块压几片碎纸在坟上 表示这座坟墓已经有人祭扫了 原来是这样 等我回去 我告诉小胖他们 他们肯定不知道 清明扫墓 其实就是对祖先的私食之敬 人们用扫墓的仪式来怀念亲人生前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同时也提醒子孙们不要忘本 嗯 嗯 嗯